我特别没有礼貌,是不是? 我特别没有礼貌,是不是? 哈喽,你好,来! 我的天啊,这么多呀 有没有觉得这是很高端 站在这边吧 哈喽,哈喽,你好,准备的如何? 准备的就还行 因为你要过来,所以我都还没换衣服 还没有换衣服? 你生活中就穿成这样啊? 可能你对我不大了解,是我第一天穿成这样 就在选衣服的时候 就在选衣服的时候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第二次的那个海选的一个录制 所以要跟上一次要接戏 对不对,所以我们穿的就是样子,你看我 当时选了高领子,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很想掐鼓子的心 就是 旁边的人还要笑是什么鬼? 注意一下你的表情好不好? 你开心就好,所以我衣服在那里,三层外,三层外 哇哦,我就跟你没见过一样,你哇哦 我真的是在一个小房间 你为什么会这样?大家要锁定我们五月份 在东方卫视每周六 来播出的我们的舞者 想问一下你加伦同学 请问你收到我们舞者节目的邀请的时候 是有怎样的心情? 首先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跟跳舞有关嘛 所以我还是很想介入到这个点 也很开心就是节目组就是 他是对我的认可 然后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领队这个位置 所以我还是很感谢节目组 就觉得我们节目有眼光 你就适合这个领队 又长得帅,又会跳舞 不找你找谁 是不是OS是这个意思? 行行,你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好反过 你就这么接受了吧 所以我想问一下,在节目当中 你可能会比较期待看到怎样的舞者 我是非常希望看到那样的表演 就是 哪样? 他可以 比如说通过某一个动作 或者某一段表演 无论是什么样的舞者 可以让我感受到他要传达的东西 能让我深刻的感受到必须要经验 今天的话我一定会找他要跑到这个节目 所以你本人跳舞有多种? 嗯 那其实我好像当体育生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 真的 真的 没有,因为我们正式开始练的话 能到18 18 18 或者19 那个时候 所以你有没有担心 就是因为领队 其实要选自己喜欢的吗 你觉得总的能够合适 有重点吗 有重点吗 你觉得大家很强 其实我觉得还好 优秀的选手一定大家都会强 因为现在 可能大家觉得我会选街舞 但是我有很多像 比如说 芭蕾啊 什么中国舞 什么我都想选 真的 只不过就是好像选手觉得来我这儿 没有一个大家可以聊到一起的这个话题 以前我对上面的舞蹈不是这个事情 但是选手们一定要 熟懂这个灰 因为不是说 你去到金老师那儿你就会 未来的路走得很好 也不一定 对 听到没有 放大了各位网友宝宝们 如果你们有看到你们心仪的一些 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些舞者 都可以告诉他们 其实选择佳伦的这个组也会给他们很多展现自己的空间 对不对 其实我最终呢 就是我不希望就是我们看到的优秀的舞者 他们丧失掉了下一轮表演的机会 然后我是希望能给这些舞者今后多的一个表演机会 所以我会想只要是好的舞者我都发出一套钱 是那在就是这个来到节目的过程当中吗 因为其实你还有很多的身份嘛 比如还要拍戏之类的 有为这个节目特地做一些什么准备吗 特地做准备 我其实还好 我就是带着平时的经历和经验来的 然后希望看到尽可能多了一些好的优秀的作品 也希望多交一些朋友 对天生的舞者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如果就是他 我又没说错 我只是表达我真实 我想问一下如果有比如说女生或者是男生 颜值特别高 会不会就直接入选 没有用 没有用 那我只能遗憾的走了 是吗 好讨厌 好想抽我 你要看他的那个 基本功 基本功 我们是舞者师 那热爱的人有很多 其实我非常看重的是他 基本功和热爱还有坚持的这个心 是 所以看得出来加勒 非常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一档舞者的节目 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个方位 是 对待我们这一档舞者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